苗栗县、铜锣乡、新龙村还有周边居民 长期都没有大型的活动场域 而乡公所多年前开始筹划要新建社区的活动中心 历经了三任的乡长 耗时了12年 总算完成了用地的取得 地方是欢喜举办了新建工程的开工动土典礼 新龙国小股堆充满活力的演出 为开工动土典礼揭开序幕 铜锣乡、新龙村早年人口众多 近年来因人口外移严重 导致目前村内已老年人居多 考量早子化在地学生人数越来越少 再加上村内及周边居民 始终没有大型公共空间与集会活动场所 在各警民代谢处下 历经许多波折 才顺利完成设处活动中心 用地取得及变更 因为有卡到水保的问题 以及校地的用地的取得 都有一些瓶颈上的问题 那也谢谢县政府 以及议长还有议员 从中帮我们协调 才能够在这个旗圈来完成 那经过了我们的谢前乡长 谢前乡长 在跟县政府协调拨用以后 那我们来取得这个块土地的使用权 那开始来设计 制作这个找经费来做 那今天十几年了 那今天终于也要动读 这项新建工程将新建地上一层 以活动中心及办公室为主的建筑 因应市场物价波动 相公所追加工程预算之外 现场学厂也允诺补助200万元 一千六百万的这个活动中心 现在物价真的调涨得很严重 至少是三成以上 我盖一个投屋国小的校舍 四千五百万标了五十没标出去 标到五千六百多万才标出去 所以这个根部上物价的这个调整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就补助200万给你们去 搬过去的那个工程 或者内部的装修 第一场安 开工顺利 开地平安 动土顺利 众人欢喜资产动土 祈求工程圆满顺利 形容社区活动中心新建工程 工期预计260个日立天 未来完工后 搭配户外绿美化空间 不仅可以作为民众 日常休闲运动的场所 更可配合社区照顾关怀据点 长照等各项福利服务 照顾在地民众